第十五章 第四十一至四十二节 在这样的层次下 我想让你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 我们个个都知道有福的身体 我们个个都知道有新的身体 好了 我想你们做一件事 自己想起 找一张字写下 你所知 现实世界 为何神是制造了会出生的东西 然后将我们所说的小孩子出生 作出一个对比 就是你找一张字写下 你所知的 关于小孩子出生的时候 当然不是说死了 无论是早餐或什么 他可以不完整身体的那些 是有什么是不完整的 你听过的都掉下来 然后想起 你凭什么可以做一个完整的身体 你从来在性格上有没有做过一个这么完整的身体 譬如有些是色盲的 有些是弱视的 即是出生已经是了 有些是单眼 有些是没有了对眼 有些是没有对耳 有些是聋 有些是弱拼 你都列出来 没有丑角 有些是出生的 没有利 即是列出来 列出来 然后列出来 你就明白信仰是什么 因为信仰就是要换取 你不是这个 死了不能说 六条不能说 但还要上到天堂 已经万幸上到天堂 如果是认知障碍 有些是一出生就已经有了 有些是没有了 即是没有了脑 记忆不行 诸如此类 譬如没有手没有脚 这些 有何种的缺乏 你列出来 然后你看回 其实你的信仰当中 现在你明明是用逻辑 为什么要强调完整 要不然你就会应颜一佛 即是永恒你的身体 起码是不对称 或者直接是弱 极之弱 即是永恒身体 因为圣经是真的有 把它分开的 是真的把眼和耳分开 然后再看回你的信仰 有哪些是你可以赚取 为神付出而赚取的 譬如声音 有些是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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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织容 才能有一个更漂亮的样子 这些是我们要如何 去列表 其中一样 我们丑样的 就是我们恶念 即是我们越多恶念 越常有恶念 我们永恒的样子 会不会丑样 但这就是神创造人 都是这样的 通常那些人善良 磁场 你看看样子是有个样子的 中国很喜欢用这些字 像是真灵 这些字眼 就是里面的恶念 会有个丑样子 其实我们永恒 就是我们自己的意念 经向善良 慈障 温和 温柔 其实我们永恒的样子 就是这个 里面列了这些 会有的 即是一出生就没有了 这些器官 有的 因为你要面对现实 你要面对现实 要面对现实 就是你想想 完了 我信用几十年 我慢慢做 但是你呢 然后你认为哪些罪 最不想没有 例如认知障碍 见真心的 就不去理解 这本圣经是你写的吗 这本圣经也是华写的 这本圣经是神写的 他写得这么深的原因 是被你赚 而你一息很大 你深的就不听 不记 不背 不理解 不明白就行了 那你就真是白痴一个 地上已经是上天 列了这些 你最不想是没有什么 当然 大部分的圣经都上了天堂 但是你最不想 你缺了什么 起码要有脑 我来说 要有脑 要有眼 你想想 圣经是最宝贵的 脑和眼 你一定是举世最强的 这些 你便可以用这个方式 反转 用下跌方的 用有的缺陷 和残缩的婴孩 列出来 然后看看 你现在的信仰 如果对比 你有没有换到这些 如果你的眼 盲的瘦子 那你是不是核眼 当然 不回家的一定是 他想到 都是核眼的 老弟家教的 帮忙 帮忙多前书 第十五章 第四十一至四十二节 日有日的荣光 月有月的荣光 星有星的荣光 这星和那星的荣光 也有分别 死人复活也是这样 所种的是必扭坏的 复活的是不扭坏的 月烈为神风生 突刺开阔 月弃终于风打授 愿被烈尽尽 禁忌我 莫出出头 帮上帝人铭监察 逃遭我 全让圣灵触摸 一身带去捆索 愿你重机会 愿行而结尾果 全让圣灵真理指引 心愿分碎救我 我令旅争奋 自方 尝得我 您有什么 咱们